加拿大已经签署了由美国主导的阿尔特密斯协议 将参加以美国为首的新登月计划 到目前为止有7个国家签署了该协议 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消息 除加拿大外 澳大利亚 英国 意大利 日本 卢森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航天机构 也加入了阿尔特密斯计划 阿尔特密斯计划的目标是在2024年之前把宇航员再次送上月球 并为人类登陆火星进行准备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局长吉姆·布莱登斯丁表示 阿尔特密斯计划有望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人类太空计划联盟 并有望为最终的火星探险铺平道路 他预计将会有更多的国家参与阿尔特密斯计划 加入到在2024年之前使宇航员重返月球的共同努力中 阿尔特密斯协议的核心是本着1967年签署的外空条约的原则 以和平为目的 创建安全透明的合作环境 促进人类在太空的科学探索和商业活动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吉姆·布莱登斯丁说 阿尔特密斯协议为提取和使用空间资源建立了规则 签署国承诺 本着国际合作的精神和平的探索空间 据报道 该协议的第一规则就是每个签约方都必须和平相处 其他规则包括签署国被禁止保密 需保持透明 科学数据必须共享 所有成员都同意在宇航员遇到紧急情况时提供援助 而且太空硬件系统必须是通用的 因此每个签约国的设备都是兼容的 另外签约国必须保持历史遗迹 并且必须妥善处置所有由此产生的太空垃圾 加拿大航天局的主席丽莎坎贝尔 对阿尔特密斯的协议表示欢迎 但同时表示要进一步探索太空 要制定更为健全的规则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丽莎坎贝尔说 加拿大航天局将旧该协议 与加拿大民众以及监督太空开发的 联合国相关委员会进行磋商 美国是目前唯一一个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国家 在1969年至1972年期间 美国共有12人登上月球 每下集加拿大航天就过了 永远 11年 远柳所ression